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市长 他昨天针对要重新审视九份民调 来做出具体的回应跟说明 第一个如果当天花了五个钟头的统计专家 都已经在现场看过 其实科学就是科学 同样的数据 同样的数据不会有不同的结果 那原来的九份民调 在上一次的记者会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那先排除的三份 主要是因为是科学的原因 并不是我们个人的好物 所以现在又要重新再做计算 等于重新来过 其实也是当天晚上五个半小时 那我们不晓得到底在做什么 第二个目前已经是透过 就算再去做一次所谓的民调专家 然后同事直播给大家来检验 只是把彼此的真点再一次放大到媒体 让我们的支持者更多的纷争 那我们也看不出对双方的合作会有什么帮助 如果要重新讨论 就要有相关相当的共识 也就是说对于这些民调的相关的比较的方式 大家都没有共识 只是在做一次 让支持者更困扰的直播或辩论 这个可能并不是最好的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